哈林县消防局指挥中心于昨日20日早上约10点35分许 接获民众报案 患者丈夫表示发现患者导卧以水沟 本分队到场 其丈夫正在做CPR急救 分队同仁现场接手 持续做CPR AED救护处置 并搬运至救护车上紧急送往一里慈激院交由医师处置 就差去医生医院说要去哪里处理 就没看到人了 我就房间找不到 用家里的电话打 因为我的手机还在电影 没有接 我就赶快请摩托车电关下来 拿手机回来 我就直接到 我就在拆车 我就直接摩托车停那个旁边那边 我就顺着那个惨法 走下去马上就发现了 人已经浮起来 那边水很深 到肚脐上面这边来 这边比较浅的 它应该是从这边到跌倒下去 因为头这边有伤口 可能就撞到那个水泥脚吧